年底大选落幕新北市第一选区市议员的部分 国民党陈伟杰原本外界预测若能当选应该也是第四名 但结果却是超出了预期 拿下了最高票 陈伟杰就说过程中受到相当多人的帮助 非常感谢 地方九合一榜公投大选在上周六落幕 而在新北市第一选区市议员的部分 有七位候选人当中的四位当选 包括了国民党的陈伟杰 郑戴立湘 民进党的郑宇恩以及五党团结联盟的蔡景贤当选 而其中的陈伟杰原本外界预测他若能当选 应该也是以第四名进入名单 但结果却超乎预期 伟杰其实只是希望说可以争取到为相亲服务的一个门票 至于票数的高低一直以来 伟杰都没有特别的在意 那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还是要谢谢所有相亲对我的肯定 那当然也是我的责任的开始 那未来伟杰一定会一步一脚印来一一来为大家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那也希望大家也给我更多的指导跟鞭策 这样才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陈伟杰说非常感谢过去支持他的选民 虽然他的起步比较晚 今年五月才收到国民党内征召 来到淡水缴除市议员的席次 但他说他把握每一天的时间 在各路口或者是人潮多的地方争取曝光 并且看到在地人的需求提出政见而努力来的成果 我想情人捕捉一直以来都是古有名讯的一个道理 所以呢伟杰起步比较晚 所以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我们都尽量去曝光 去争取大家的认同 就好像今天来这边谢票 也有很多的乡亲民众对伟杰很多的回应 那这样的回应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所以未来伟杰一样会秉持这样的一个信念 一步一脚印来跟我们的所有乡亲 做最近距离的互动 市议员第一选区陈伟杰以29491票 24.16%的得票率拿下最高票 虽然与第二名的镇影员29004票 只差了将近500票 但是以新人居资进到淡水 选市议员真的让大家超乎预期 而陈伟杰说过程中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也非常感谢 未来更会一一逐步的实现证件 不辜负居民对他的期望 记者许多安一跟许三方报道